为了推广日月坛红茶 在公所与日月坛茶文化推广协会的共同主办之下 日前来到九族文化春办的樱花茶会 不但有专业的茶艺食来泡茶 也提供日月坛红茶给游客品尝 往年都是由我们日月坛茶文化推广协会 来配合像公所跟我们九族樱花镜 来推展这个红茶文化 那在樱花树下特别浓情秘义 然后配合我们的古典音乐 我们的古增 所以可以让我们的所有的品茶的人 能够身心灵放松之外 可以赏美景 然后让我们的整个旅游 还有我们的在地的所有的文化特色 能够借由这一次的活动 让我们台湾所有在每一个地方 喜欢樱花的一定要来我们于此 游客也表示来到这边喝茶不但风景美 茶也很好喝 整理环境都令人相当的放松 就是可以在这个花下面喝茶还不错 就是一个不同的环境 很有气氛搭配音乐 很棒 还蛮搭的 因为粉红色的花搭配红茶 就是我觉得还蛮搭的 今天在这边喝茶 我觉得心情蛮放松的 对 然后就是我们配合这些茶叶 就是我觉得蛮香的 对 就整个心灵都蛮放松 先以为王秋祖也到场共襄盛举 王艺人表示 玉石香目前樱花盛开 美景配上最优质的日月潭红茶最好不过 也欢迎民众来到玉石香游玩 玉石香公所与我们的日月潭茶文化推广协会 一起在我们的九祖文化村来推展我们的 在地的红茶以及我们的茶艺 在我们九祖文化村里面这么优美的一个樱花树下来品尝我们这么优质的一个红茶 欢迎大家来这边来游玩 一起来品尝我们在地的红茶 相信在公所与协会共同推动下不但能够让游客品尝到优质的日月潭红茶 也借此能够将玉石香最重要的红茶产业推广出去 记者邱平易 玉石采访报道